宋少卿今天又被逮到酒駕了 在他人生裡面 不知道已經是第四度 還是第五度 如果是第五度 就是五度五關 創了全台灣藝人的紀錄了 到底為什麼會如此 一而再再而再 而且很多人說 他都54歲了 也不是十幾歲 二十幾歲 都這把年紀了 怎麼會一再的發生 在清晨2點多的時候 他在板橋 又是KTV 他上一次酒駕的時候 也是唱KTV 所以拜託好心人 不要再約他唱KTV了 又或者約他唱 請他不要再酒駕了 酒測值相當高0.95 但大家氣的是說 他是一個累犯 這麼多次的累犯 居然可以三萬元就交保了 所以現在人又出來了 所以你看到他開車 要保持距離 他說他有請代價 但是代價的人還沒到 他就自己掀開了 這聽得合理嗎 所以連他的好朋友 一起工作了十幾年 二十幾年的工作的緩伴 都馬上跟他切割 來看一下他們的說法 今天凌晨跟朋友聚會完 我立即叫了代價 即使是叫了代價 也應該全程 都交有代價來駕駛 另外一個是明年全新的 西市兩天正在宣傳 畫虎藍 你看這個事情有多麼的虎爛 好吧 我跟全國的觀眾朋友保證 全台灣2022年任何一場畫虎藍 你不會看見宋少青 我不會讓這個酒駕累犯上台的 好當然有人抓語病 2022不會讓他上台 那2023難道他就付出了嗎 來看到他過去的這些紀錄都很離譜 2003年的時候撞到車 他否認喝酒 2004的時候被民眾募集 一早開車 然後停在路邊 而且酒測值高達0.81 所以他這次還進步了 到了零間95 他漏油冒煙呼呼大碎 完全不認為他有酒駕 還變成車是朋友開的 警方打臉說 當時就只有你一個人 2018年的時候一樣 也是請了代價 但是最後面100公尺 有人講說10公尺 他自己不知不覺中 把車開回路庫 所以這個地方被人家拍下來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昨天有講到高雄 零姓一家四口 不幸被這個酒駕的人撞飛 我們來看這個影片 因為影片曝光相當的觸目驚心 一家四口本來要去看這個燈光秀 他們走在你畫面的右邊 這樣走出來 其實本來很愜意 但沒有想到或在旦夕 過不到一分鐘天人永隔 這一家四口 其實過馬路相當小心 在這個馬路口 停了足足20幾秒左右看 因為車槽也相當多 但這一家人非常小心 等了20秒之後 爸爸才往前 媽媽就站在整個馬路 迎車的這一面 護著兩個女兒 媽媽是穿黑色的衣服 但沒有想到走到路中間 其他的車沒有理讓他們 沒有想到九家的車突然撞上來 一個聲響 四個人就撞飛了兩層樓 高那麼高 現在狀況媽媽已經過世了 爸爸的狀況 也讓人家相當的不忍 這個新聞讓大家看得非常生氣 我們可以看到下一張的部分 最新的狀況 一家四口是這麼的和樂 他們隨時拍的合照 都是一家 就過得快快樂樂的一家四口 現在最新的新聞 這位爸爸他可能要截肢 到現在他都不知道 他的老婆已經過世 他也不知道他的兩個女兒 傷得滿嚴重的 死者的太太的這個丈夫 太太的這個爸爸 去他的老家幫忙收拾的時候 還說他去看了這個丈夫 丈夫已經認不得人了 而且他們也不敢跟他講 他的老婆已經過世了 讓人就覺得非常心酸 高雄市長陳其邁說 一開始寒爽的 說我要殺人罪來辦他 可是到了法院說 不行他只能用酒駕致死 所以你官員只會在那邊寒爽 高雄市的警局 一開始來告訴大家 高雄今年酒駕造勢的案件 比去年少了四十件 降低了九%多 然後今年一到十一月酒駕死傷 這包括死跟傷 是六都的第三高 可是有人統計一到九月致死 就傷 傷不算 高雄市一口氣增加了九個 跟之前去年同期相比 一口氣增加了50% 這種帳你第一時間好意思在那邊 說酒駕比去年少了四十件 你好意思講 別人都不好意思聽 另外一個更離譜的是 高雄說要連續八天 要來做攔檢 高雄市的警局局長 黃明昭他幹嘛 到馬路 然後這個紅色的指揮棒 說要親自交這些遠景 怎麼把車攔下來 這個有必要嗎 正式不做 做這些秀 另外一個 昨天我們在節目裡面 第一時間同步掌握了 這個網路上的爆料 說陳其邁的坐車居然在今年11月24號 當天禮拜三 不是週末 他的坐車在市長室的外面停著休息的時候 被一個酒駕的人 而且酒測只是0.59 當時我們還不可自信 沒有想到馬上高雄市府證實了這件事情 但這件事情我最驚訝的點就是 這個新聞居然可以在高雄 現在網路時代人人都有手機的情況 居然可以暗砍 可以被封鎖 一個月都沒有人知道 然後爆料的人用心也非常良苦 等到有人酒駕造死 這個鬧出人命了 才把這個東西拿出來爆料 那網友也有人講說 可惜市長不在車上 不然他就會知道酒駕是多麼的痛 當然這樣的說法對市長來講 有點詛咒 這樣講也不好 但細想一下 好像市長真的非得自己痛一下 那還有人講到說 酒駕像恐攻一樣 Uber的司機喝醉了 這個是成為判 我們剛剛講到說殺人罪很難 他是第一個 主要是一審的時候 他本來沒事 二審的時候法官去看監視器 慢慢的去看行政紀錄器 慢慢的發現 他已經撞到人了 還在撞 等於說在法官的認定裡面說 那你就是要置人於死 你非得要奪他的命 這件事情議員你怎麼看 我覺得如果陳勤邁市長在十一月二十 他自己的坐車被酒駕給插撞的情況之下 能夠非常嚴肅的看待酒駕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早一點震怒的話 或許高雄這零幸的一家四口 有機會挽回一條寶貴的生命 跟三個人不用受這樣的重傷 作為一個市長 我覺得當你的坐車都已經被酒駕的人給插撞了 而且說實話 剛剛統計到九月 我們如果加上十月新的數字 全台灣各縣市裡面 因為酒駕而死亡的高雄第一是三十一死 今年一到十月 屏東是三十死 台南是二十八 桃園是二十八 都非常的高 那如果整年度來看的話 今年一到九月光是酒駕而致死的 兩百三十三人全台灣 那昨天晚上他們十點半開始是 執行所謂的八天的一個大執法 那個局長真的是秀過頭了 你自己在那邊拿個指揮棒 然後好像要宣導我們的基層員員 怎麼樣去取締酒駕 我相信每個基層員員都受到很好的訓練 他們都知道怎麼樣該去執法的過程當中 那說實話 昨天晚上高雄 他們還在宣傳說什麼降了九趴 昨天晚上十點半到今天早上七點 各位你知道總共取締幾件酒駕嗎 四十三件 總共平均每十分鐘就有一件酒駕 所以平常沒在抓 所以嘛 而且特別提醒 昨天不是週末 不是狂歡日 是禮拜一上班日 居然也這麼多 所以平常沒在抓 而且你如果真的用到言行巨法 當然言行巨法不一定有效 但至少你要把那個態度拿出來 江啟臣委員之前在立法院就提案 要求要修法 把超過一定的標準 立刻車子就沒收 然後甚至我們要加強一些強制勒力 因為你看發現 不管是宋少青 或是高雄一家四口這個酒駕 都是累犯 都是累犯 他們可能有類似一種已經成癮的狀態 沒辦法克制自己要酒駕這件事情 那好像周遭朋友也勸不動 那宋少青他還找個代價 自己還是把車給開出去了 還好他沒有撞到人 造成遺憾的後果 可是光是這樣的事情就可以發現說 當國民黨的委員在立法院提案要修法 民進黨總預算第一次法都可以禁腹二毒 如果他們真的想要修相關的法令 不管是最高可以判死刑 或是說末路車輛 減少不必要悲劇的發生的話 民進黨絕對一天就可以做到了 那現在講這些話 對死者對傷者的家屬來看 都已經來不及了 楊明你怎麼看這種悲劇好像止不了 永遠就是止不了 其實你知道我們最近一次酒駕修法 就現在的酒駕相關的刑責就是在陳其邁 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立法院通過 而當時立法院的民進黨團是否決了 行政院的版本 本來行政院的版本就是你今天 當時否決的理由是什麼 他否決的版本是說 罪重可以判死刑 那為什麼最後沒有 他是講說如果今天酒駕是故意的 就是你我只要法官認定 你是故意殺人 就是說故意酒駕導致人家死亡 我就比照殺人罪 所以最高可以判到死刑 最後這一條民進黨團說 我們要給法官裁量權 就導致你今天你講的這個案例 Uber這個司機這個案例 變成一審是沒事 二審這個法官認為他有故意 才把他比照成殺人罪 可是原本我們酒駕的行者裡面 就可以把他變成說 因為你明知不應該喝酒上路 你明知你還故意 而且他是職業駕駛人 所以這一條是被民進黨團擋下來的 可是那是行政院的版本 是你陳其邁當初主張的版本 結果你民進黨團當初 2019年5月自己不把他修過 那另外像國民黨團實在力量 都有其他的配套全部被否決 所以你要說 你要說現在陳其邁說要加重 修法怎麼樣 拜託你二零一九年 五月你在當行政院副院長 你怎麼會沒有督導民進黨團 把行政院的版本通過 你要負很大的責任 跟選舉有關 他們就馬上可以競腹二毒 跟人力有關 他們就一拖再拖拖了這麼多年 印尼發生了一個非常驚悚的 這個畫面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在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